本土持續延燒 危機醫療量能之際 最嚴峻的新北市疫情 燒進不利台北醫院 院方證實一名男性護理師 在一般病房工作 4月13號進行全院普篩後 PCR裁檢陽性CT值30 病毒量低 決定15號上午再次裁檢 二採結果將在下午公布 而醫療發現 這名護理師早在去年5月就曾確診 今年3月曾與外縣市確診者足跡重疊 這回恐怕是二度染疫 醫師說得過不會再得 適合是錯誤的想法 為了保險起見 衛生單位匡列一般病房 包括醫護 病人 家屬及清潔人員 同樓層採檢226人 全屬陰性 護理師目前病況 院方表示待二採結果出爐 才會說明 會發生感染 只是在感染之後 通常症狀是很輕微的 比較不會嚴重的疾病發生 雖然二度感染大多是輕症 但醫師強調不代表不具傳染力 若身邊有高風險族群 人有機會演變重症 狡猾病毒防不勝防 這裡我來想去台北新北市採訪報導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霧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削 非常的安全 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